特別注意,還有幾個地方可能要特別小心 一定要寫在模組裡面 開頭一定要是SUB,它的名稱 OK,大概是長這樣 那以後的話呢 它的一個執行方式就是把後面的東西 幫你怎麼樣,幫你放到前面的意思 所以這個等號特別注意 這個等號不是我們以前的那個理解的數學那個等號 這邊的等號意思是把後面的資料 應該是什麼,賦予到前面 有點像複製到前面 有點像放到儲存格裡面的意思 所以如果把這個公式丟過來 你會發現它看到的就是這個結果 因為它裡面是兩個雙引號 它丟過來的話它會辨識 原來是裡面公式的 所以它自動會把它轉換成一個雙引號 這個是固定規則 另外的話底下這個就是清除的話 就是這個有沒有,清掉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在丟公式 所以執行的話從上面執行 就丟過來 可是你想說,老師這感覺好像不過癮 為什麼,因為只有一個嘛 那下一個怎麼辦 下一個清除怎麼辦 你想說下一個清除 比較笨的方法是這樣,Ctrl-C有沒有 然後Ctrl-V貼上之後 把這什麼 把這邊4改成5 然後為什麼,一次清幾個 清兩個有沒有看到 那如果再一個的話怎麼辦 再來就複製嗎 Ctrl-C 然後Ctrl-V 然後再第六個 第七個 第八個 總共有103 那起不到103嗎 OK 當然不是 這裡嘛 又一個 如果說我這個地方要大量執行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 這個時候你要需要再學一個什麼 學一個叫Fall的迴圈 OK 那個Fall迴圈怎麼敘述 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其實程式我覺得最厲害的就是迴圈 因為迴圈就是幫你重複做 那人最討厭就重複做 但是迴圈不好學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大腦裡面 沒有那個迴圈的這種概念 那電腦的話 他很熟悉這東西 那我們怎樣跟他講說 你幫我做 我們剛剛不是從第四列 這個Ctrl向下的話 是哪一列 103列對不對 所以你就跟他講說 幫我Fall 所以去處的方法一定是這樣 Fall 那利號的話 我用I I這個變數是自己取的 一般習慣叫I 等於第四列 空一格到 空一格103 其實有點像跟他講話的道理 你幫我重複做 他那個範圍就是4到103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NAS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下一個吧 所以如果說 先I裡面的值先給4 NAS之後跳回來 它有點像彈回去 彈回去的話 那I就變5 再彈回去變6 一直到103就結束了 所以也就是說 他只會幫你做 這4到103的變化而已 所以我們只要再來 把這一個 這一個程式拖拉到這裡面來 並且按一個TAB鍵 那這個TAB鍵 其實你不做也沒關係 只是說 如果你做的話 這樣會結構比較清楚 有沒有 這個對這一個 那這個 這一個動作是在這裡面做的 有沒有一切一切的 我是建議慢慢養成好習慣 然後再來只要改一個地方 這邊全部都會清空了 把什麼改掉 把這個什麼 改成什麼 改成I就好了 有沒有 應該可以看什麼意思吧 然後他就先怎麼樣 幫我把這裡面 先清空 這前面幾個都清空了 所以上面 假設我按F8 主行執行的話 其實油標放上按F8 針錯裡面有一個F8按 主行 一行一行跑 然後你會發現 這邊現在是4 所以這裡面清 不過這裡面已經沒有了 所以你現在不會有動作 再來下一個的話 那I就變5了 這個意思是說 這個儲存格幫我清 已經是清空 所以他應該不會動作 再來就6了 有沒有 第6 6的話目前也是空的 再來就是NAS 就7了 7裡面有沒有東西 有 所以7有沒有清空 有了 有沒有 再來8 以此類推 OK 那如果說你想要讓他全部跑完的話 你就按上面這個字型 其實就按F5 好 全部OK了 那裡面底下的東西 就會全部怎麼樣 幫我清空了 有沒有 OK 瞬間清空了 那再來的話呢 同樣的道理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公式全部都丟過來的話 那做法怎麼做 一樣 Enter一下 甚至偷懶一下 你可以把這個複製過來 然後再把這個 根據整個複製 OK 然後這個 再來打 Enter兩下打個NAS 接下來 一樣把這一行 搬到中間 按個TAP 一般習慣是讓他往上一行 這樣 然後這樣的話 再來把什麼 把這個 試改成I 有沒有 做法一模一樣 不過呢 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它會成功的 試一下就知道了 執行 有沒有 往下捲動 怎麼全部都一樣呢 原來是怎麼樣 看一下 公式 都是 F4 不對啊 應該這個應該跳F5了吧 對不對 這個要跳F6 可是為什麼沒有跳 因為我們程式 只有跟他講說 全部都用F4 可是問題來了 我怎麼樣把這個 4 全部改成 像I一樣變動 不過我有同學想說 老師我直接把這邊改成I 特別注意喔 這樣不對喔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是一個自串 你一個自串 如果你把I放進來的話 你現在如果執行會怎麼樣 Name的話 是 表示錯誤 FI 有沒有 他並沒有把它變成4 5 6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你今天要把那個 剛剛的這個I 這個變數要放進來的話 記得喔 一定要先把這個自串切開來 然後中間用串接符號串接 再把I放進到裡面 不過喔 我剛剛講完了 很多同學喔 在剛開始還是不能接受 所以我先教各位 你先把口訣背起來 慢慢你就知道為什麼 慢慢你就知道為什麼 剛開始也許還不 我做一次一個看 那個口訣還蠻好記得 1 選取你要變動的這個4 的列號 2的話喔 雙引號兩個 意思是把自串切開來 1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呢 因為VBA的and比較特別 他and前後要空白 所以你把and前後空白 這樣就OK了 這個是一個簡單口訣 我再做一次 1選取4 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個I 然後把and什麼 前後空白 這樣就這樣 就這樣而已啊 以後反正 因為這個說真的 要理解喔 可能對有一些入門的同學 還不太能夠轉過來 不過等一下你先把口訣記起來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選起來吧 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個I 然後把and前後空白 這樣就OK了 好 那我們就怎麼樣 再把它執行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成功 執行 OK了 有沒有 他裡面有沒有跟著變 有沒有 F4 F5 F6 就跟著變了 那我們就已經把什麼 把這個公式全部都丟過來了 那你會發現 這兩個sub 跟上個禮拜用錄製的幾乎是一模一樣 有沒有 清除 跟輸出公式 但最大的差別是 這是我們自己寫的 以後的話我們可以自己改 但是如果你用錄製去期的話 他錄下來的東西 他只是記錄滑鼠鍵盤的動作 他可以改但不好改 OK 那這個是自己寫的 完全可以在自己掌握當中 所以特別注意 我再把重點講一次 一 外面包一個什麼 F4回圈 F4I 這個很重要 以後一定會一直反覆用到 F4I等於4到103 那把它的儲存格的前面這個改成I就可以了 OK 還有同學說 老師為什麼這個比較簡單直接改I 因為它裡面本來就放數字 又不是放文字 那後面這一串是文字 為什麼要前後刷引號包起來 那如果你要把原來的4 改成I的話 記得 那口訣應該不難記吧 雙引號兩個 有沒有 後來我發現同學最喜歡這樣 他說老師以後你乾脆跟我講口訣就好了 那他過一陣子他說 老師我終於懂的意思了 切開來放到 OK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如果你擔心這個程式寫不出來 請你參考一下雲端白板的第14頁 這邊也有一模一樣的東西 畫面還給各位